拉茯正雄 名其中 在剛才 我們終止了中華民國與鎖羅門群島的邦交 對於鎖國政府跟中國建交的決定 我們要表達強烈的遺憾與譴責 過去幾年 中國一再透過金錢 政治上的壓力 打壓臺灣人的國際空間 我們也要給予最嚴正的譴責 這不僅是對臺灣的威脅 更是對國際秩序的公然挑戰和破壞 這是一個挑戰 但臺灣在全世界還是有許多好朋友 中國正透過斷我邦交國的方式 和各種加壓的手段 打擊臺灣的民心士氣 迫使臺灣接受一國兩制 相信 2,300 萬人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 各位國人同胞 在未來這段時間 來自中國的壓力只會更大 不會更小 但是臺灣人民不會屈服 中國影響臺灣政治和選舉的企圖 也不會得逞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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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